一个民族,只有寄望青春,永保青春,才能兴旺发达。 千百年来,青春的力量,青春的涌动,青春的创造, 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意前行,屹立于世界民族之邻的磅礴力量, 坚定不移跟党走,为党和人民奋斗, 使共青团的初心使命,清澈的爱只为中国, 成为当代中国青年发自内心的最强因。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, 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, 奋斗是青年最亮丽的底色,行动是青年最有效的模拟, 有责任有担当,青春才会闪光, 在新的征程上,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, 组织起来,动员起来,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,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, 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, 只有当青春同党和人民事业高度契合时, 青春的光谱才会更广阔, 青春的能量才能充分混合。 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,最有闯进,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, 蕴含着改造客观世界,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, 要紧扣服务青年的工作生命线, 旅行、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这一政治责任, 既把青年的温度如实告诉党, 也把党的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。 团干部要助劳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, 高扬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, 心静成名, 心力茁壮, 让人迎面就能感受到年轻干部应有的清澈和纯粹。 做青年友, 不做青年官, 多为青年计, 少为自己谋。 中文字幕后